剛才是老媽協會為了讓日常的小孩 使命不會空氣浪費在丹台當中 特別為小孩自助經理屬家有標本的工作 雖然這項代工只有很少的收入 但是孩童算是他一樣的轉身打招 剛才市長參選時小叔蕾特別 帶領到競選青年軍全都關心 小叔蕾對老媽的小孩 竭後心心中概付出努力 表達出有種的經費 十五歲腦性麻痺的小孩 為了一大堆黑色的宿家有標本 專心的修正經理 每次的經理一層 雖然動作不一樣 但是還可以完成交付的任務 該市腦馬學會為外人日常的小孩 每天避兜時間 特別找到經理宿家有標本的台港 雖然收入只是微博 但每一位參與的小孩都做到非常導致 所以這樣做一百的比較六塊 可是後來家長慢慢覺得說 其實他的孩子不會跟他們要錢 要零用錢買飲料 因為他們可以自己賺取 那我們功能性更不好的 不會數數的我們就用那個輔具 我們一起用那個仕碗讓他接禮 他叫那個討厝碗 他就給他收起來 那我們每一個孩子 因為分工做完成的代工 我們就讓每一個孩子 領不同程度的那一個工作獎金 那領完工作獎金完之後 我們的老師會帶他們到郵局去寄錢 讓他們知道說你們賺的錢 可以寄到郵局去 再來會帶他們到超市去 選他們想要買的東西 讓他們知道有金錢概念 我们让这群孩子活着的时候 他们是有希望的 市长参与小畜业 率领青年军正往关心 他对老妈的孩子 竟然恰恰心心障碍 表示健康 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坚强跟韧性 我们脑麻的宝贝们 他们克服了身心的障碍 依然能够来做这个代工的工作 虽然这个代工赚取的 这个零用钱非常的微薄 但是都是靠他们的劳力 自己赚取来的 那么同时也藉由这个过程当中 让小朋友们学习 学习手部的这个操作的功能 学习数字的能力等等 那么一方面也让他们 不要在生命当中浪费在等待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人生的当中 有机会能够多自我学习 自我成长 虽然经历一百个 有标准只有六户的收集 但每一位脑麻的小孩做工作时 同样认真复杂的模样 让人们看到四名的公開 小叔的对着色的关怀 也认为脑麻的小孩 也认为脑麻的小孩 送他两人所作为回锁 生日事务中心该医期 蔡宏报道